最大的市场 但是由于研发技术还没有成熟 因此必须要除外取经 而大众是联想最大的笔记型代工工商 交流更可以强化 双方在技术上的认知 这个戴着眼镜 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的王威 就是大陆电脑品牌 影响电脑笔记本电脑失业处的测试部经纪 也是第一次来台长期研习的大陆电脑人才 原来王威都在大众电脑进行研发培训 除了自由进出笔记型电脑的制造工厂 每个礼拜都轮流在各研发中心学习 用测试啦 还有那个做设计啦 还有电脑啦 还有工厂啦 都有去看 联想是全球十大电脑公司之一 但是由于研发的技术尚未成熟 绝大部分的产品还是依赖国外的代工 其中90%的笔记型电脑就是由大众电脑生产 这也道出联想这个掌有世界最大市场的大公司 为何还需向外取经 因为很多周边的一些厂商啦 都没有跟得上 光自己做肯定是不行的 台湾它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套一套的环境吧 对于大众电脑来说 这样密切的交流 则可强化双边专业技术的认知 我想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技术的认定 有时候如果大家有个相同的一个技术水平的话 在这方面的界定 我们可以避免那些问题跟困扰 大众表示 未来将与联想延续这样照访取经的模式 相信双方在工需之间 将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年代新闻 林彩云 张一鸣 台北报道